回到節目現場 先來看一下 針對黃國昌 現在有前立委陳學勝出來爆料 這位是國民黨的 國民黨的前立委 陳學勝說 我以前跟黃國昌共事的時候 當時黃國昌還是時代力量的時候 說都很好到點 他說其他時代力量的立委 都很好到點 唯獨黃國昌自以為是 連搭同一台電梯 看得到也不打招呼 都不把大家看在眼裡 所以大家後來也懶得理他 那這樣子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律師林志全就說 黃國昌其實他當立委的前面三年 只主提了八個法案 沒有一個被三讀通過 為什麼 因為人員很差 提案沒有人支持 並不是說你咆哮 就等同於努力 你連數字都拿不出來 你嗆什麼 這種人還不屑跟別人打招呼 來邵廷議員 來啦這個黃國昌怎麼辦 如果以後民眾黨黃國昌 他們揪你們要倒閣 你們會不會參議咖 來邵廷 其實不管他是要倒閣 還是要提案 我相信都需要其他在野黨對他的支持 所以其實剛剛冠廷講得非常的清楚 今天如果立法院有一天要走到倒閣 比如說像過去就是有什麼重大爭議性的行政院的一些事情 可能立法院會推出要倒閣的時候 好 那你不要忘記民眾黨你是八席 你不要真的以為你八十席 他現在說話比國民黨大聲 你怎麼小禮 說真的 所以回來講陳志涵 你不只是說你對於現在沒有 格魁都還沒產生 你就說可能要倒閣 你要搞清楚 你到時候如果真的民眾黨 你這八個立委想倒閣 你可能要找國民黨合作 一定是找國民黨 民進黨不可能跟你合作去倒閣 對不對 因為格魁一定是賴總統所提名的 你發生什麼歐陽不做的事情 在野黨民眾加國民兩黨提倒閣案 所以我這邊要提起民眾黨這樣子 第一個 你們要搶聲量大家都了解 你們可能想要讓全民注重你們的存在 或柯主席未來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認為我在這邊還是要忠告民眾黨 2月1號開議之後 你們應該好好結合國民黨 這個最大在野黨 也是立院現在最多數黨 但是沒有過半嘛 好好的如何來監督 我覺得這個才是未來四年 人家說路遙知馬力 大家都在看 巴西雖然說數量不多 你可以聲量很大 你也可以做很多事 但是不要為了炒聲量炒過頭 不要為炒而炒 你實際上做一些事情 包括我剛才講過 全民隊過去八年 是不是很多壓箱的事情 想要把它拿出來看 你就好跟國民黨一起結合提案 怎麼在立法院裡面 大家公開來討論辯論 沒有說一定對跟錯 但是把它公開化來講 所以我過來講 從剛剛我們上一趴講的 立法院長副院長的選舉 明明八票而已 當然你有你的決定性 你八票你投個也有 那就是民進黨當院長 你不投 你只投自己 那也是韓國會當院長 這是你的決定 但你也發現說明明他們八票 但是他有決定性的決定權 那我只是提醒陳志涵 如果未來 你真的覺得未來四年的賴總統 跟過去的八年 都是一樣你看不慣的話 你要結合的是國民黨去做倒閣動作 所以我希望你看你未來的表現是怎麼樣 所以現在要先回答韓國語是這樣嗎 就是這樣來拉票嗎 大家要用力站在一個共同監督 共同制衡國會的立場上面來講 好啦 這個講到刷存在感 這個嚴峰 其實柯P一家人真的是比較搶戲 因為最近我們又看到 這個前立委神父熊 他出來爆料 他是先講說他覺得柯文哲 選前選後態度不一樣 那選後才是真正的柯P 他的檢討都是在檢討別人 那有一位呢非常有政治經驗的人 就跟他透露喔 說在柯鎮影裡面第一大派系 我蠻驚訝的 原來是柯媽媽 第二才是輪到黃珊珊 那麼第三是誰 不是黃國昌 也不是陳志涵 是陳佩琪 底下的四五六就都不重要了 所以三大派系裡面 哇柯媽媽跟佩琪就佔了前面兩名 來嚴峰怎麼看 其實過去柯文哲講的叫新政治 公開透明 但是這幾年下來我們就發現 原來柯文哲叫做佳政治 剛剛講到陳志涵 我講一下他的內心話 為什麼他會喊倒閣 其實他的心理就是在說 你這個格魁的人選 就是民眾黨的要當然啦 要我們教他的人 那可以贏啦 如果沒有教他的就不行啦 先叫來看看 其實他的白話文叫做這樣 但是呢很可惜的是怎樣 不罵又假罵 然後呢又不做功課 所以才鬧出這個笑話 這個就是陳志涵的狀況嘛 所以這台語叫做什麼 說的怕死人 做的笑死人啦 這個就是陳志涵 我想他這幾天的流量來源 大概是這樣 那第二個剛剛講到 為什麼柯文哲這幾年來 我們發現說 他就在加政治 因為沒一個政治人物的家人的名字啦 爸爸媽媽兄弟姐妹啦 大家都認識的啦 這個也是創全臺灣的這個創局了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其實也有很大的風險 這個在政治利益迴避上面 其實會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講到他們民眾黨裡面的派系問題 我覺得像剛剛陳志涵也好 其實他們現在在做的都是什麼 包含黃國昌 最近我都還以為齁 他們民眾黨的不分區只有黃國昌 你知道嗎 因為都是他的聲音啊 連黃珊珊 人家最近多低調啊 幾乎是沒有講話 對不對 結果弄黃國昌幾個人在表演嘛 那黃國昌 黃珊珊 佩琪 這幾個人 其實他們都在做什麼 就是搶功嘛 想要搶表現 那柯文哲就在旁邊笑 他覺得說你們這些人鬥來鬥去 都是為了我耶 都是為了我 你們鬥得越兇 你們搶功越兇 其實呢 對柯文哲來說 就是一個聲量的保證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要特別講蔡壁爐 這個影響的關鍵人物 現在大家都在講說 雙雙黃 其實他們兩個不合嘛 之前兩個都已經在有一些角力啊 從他們開記者會 到底麥克風要不要給他講 連這種小動作都已經網友都觀察的很入圍 你講五秒 我就要講十秒 比你說大聲 比你說多五秒 這樣也好 我覺得這個關鍵人物在蔡壁爐 為什麼柯文哲現在要把蔡壁爐選候 趕快釋出善意說 你快回來民眾黨 為什麼 第一個 因為蔡壁爐當時被他發配邊疆 他在選的時候 幫助他的人叫做誰 盧秀燕 是 國民黨的 對於柯文哲來說 最了解他的人 或許不是陳佩琦 叫做蔡壁爐 蔡壁爐用得好 會變成柯文哲的血滴子 用不好會變成什麼 對手的核彈 因為最了解柯文哲是他 那盧秀燕未來有可能 因為柯文哲現在就已經宣布他 四年後要再戰了 所以蔡壁爐這個人有多重要 他當然要把他趕快叫回來 你當然不能變成對手的攻擊 我的核彈 因為盧秀燕很可能是潛在的對手 所以現在柯文哲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現在在對蔡壁爐情勒 趕快回來吧 回到我身邊吧 所以這個就是柯文哲最大的目的 他根本就不在乎你們這些人在那邊內鬥 因為他就只有想到的是他自己的未來 蔡壁爐這次選立委是選沒條 不過有人是說 如果江啟臣之後 如果真的選了台中市長江啟臣 會不會最後變成蔡壁爐的呢 這個我們可以拭目以待繼續觀察 那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就帶大家來看 賴清德他昨天不止到國會裡面 他勉勵民進黨的新科立委 勉勵冠庭還有其他的新科立委 他也不忘跟打拼 拼盡全力 可是很可惜 還是落選的戰友們一起吃便當 我們等一下回來 一起來看